蘭尼克先生 我們就好好來認識一下這台車好了 他剛說空間不大 其實我覺得兄弟兩座後座應該還行啊 尤其是他是個跑車 後面空間嚴格以跑車來講的話 算大耶 在那個年代真的很大 但是你要想小朋友剛出生 那時候叮叮咚咚很多東西都有 對啦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回到80年代的時候 80年代美國車盛行 歐洲車都是轎車豪華轎車 雙門跑車這時候當然就會覺得 可能真的會不夠 能用的空間比別人小的感覺對不對 那現在回到現在在看的時候 就會覺得那個年代 還是有那個年代的味道 因為今天車子一進來 然後我們在打Spada的時候 大家每個人都被聚焦被它吸引 就怎麼會這麼漂亮這麼經典 畢竟你看從80年代到現在 真的是有年紀了 可是現在看它的線條 一樣還是很吸引人的 對 因為那個年代 大家知道我們事實上 應該說那個年代的歐洲車的設計 其實也是走很簡單的線條 都直線比較多 然後那時候最有名的 大概就是這個 前面的這個車頭的車燈 對 四個圓圓 在那個時候是有一股 設計的一股流行的風格 尤其是阿法羅莓有開始弄 另外一個競爭對手 BMW 也不能講競爭對手 那個時候應該是說 致敬的對手 然後BMW也是走這種風格 所以說那個時候呢 嚴格出來這個時候 那時候很多人就是 事業有成 剛剛有提到就是台灣那時候經濟起飛 對 賺到錢的都是買雙筆 好花車 對 然後有些是開始 那種三系列 五系列開始 那時候BMW正紅 因為賓士那時候已經被歸類 就是大老闆的座駕 對 但是呢 Sprinter那時候出來之後 因為它的雙門 就紅色 那個年代 紅色正流行 喔真的喔 那時候 那時候紅色正流行 這種東西就一陣一陣的 紅色那時候也正流行 然後剛剛阿法羅莓配紅色 又是它的一個官方代表色 所以說那時候只要是紅色的 這個所謂的阿法羅莓 大家都會覺得 哇這個車很漂亮 真的 因為大家還是不認識這是什麼車 對 就像Eddie哥的舅媽 從一台紅色的跑車 因為多數都是美國車 對 然後他們就覺得 哇 這個是個 就是吹個口哨一下 對 就是哇 這個雙門跑車 紅色跑車好像很漂亮 然後呢 就有更多一部分的是 我剛剛講的這所謂的BMW車 或者說跑天下的車主 被一輛紅色的雙門跑車 啵過去 啵過去了就是說 這什麼車 發生什麼事了 好大大哩 要不然就是到停車場的時候 也是看到 這個沒看過的雙門跑車 然後不太一樣 因為畢竟在那時候 紅色正流行 然後又紅色 然後你看到水箱護照 是整個黑色的 整片黑 整片黑色 用現在的角度來講 這就是性能車的一個代表配色 沒錯 對 哇 好大好細的方向盤喔 OK 進來之後 事實上就可以看到 那個年代的Alfa Romeo 那個年代的Alfa Romeo 事實上就是很簡單 你沒有任何的電子配備 你也不會看到任何什麼 大型的中控螢幕 也不會看到那些東西 就很簡單的 一代一車造車 就是讓你開車 就這樣而已 請專心開車 對 連自備架在哪裡 沒耶 沒這個事情 因為它就是說 你開車就專心開車 你為什麼需要自備架 我覺得義大利人好嚴格 好像拿一個棒子在旁邊 叫你開車就開車 不要想別的事情 不要幹嘛 而且義大利車那時候 很多人覺得很難開的原因是 它的方向盤 跟你的座椅的角度 是完全不一樣 嗯 我所謂的不一樣 它是跟一般車 我們習慣的那種都不一樣 當年的那種車 因為它就是 那時候有人說就是說 我上半身手的位置對了 但是我的腳會太近 有沒有 大家看到 你可能腳這樣好近 對 那如果我的腳的 腳的這個位置是對的話呢 我的方向盤會太遠 但是那時候 所有的一代一車 應該說那時候 所有的Alfa Romeo 都是這副使得性 然後所以說你要 如果要真正要 你開車嘛 畢竟還是正式的 還是以方向盤 以手為主 對 手為主的時候呢 你就隨時要進入戰鬥坐姿 所以說你就隨時在那邊 你要換 那時候也就手排車 手排換檔 然後你就很專心的 在開車這件事情 然後你不自覺的就 越開越開越快 嗯 對 所以說那個時候 就是為什麼這個Sprint 會讓人家覺得 哇這個很熱血戰鬥 那時候其實 義大利車讓人家 感覺都是大概這個樣子 就是說你覺得 隨時在保持著 我要很專心的開車 這件事情 對 而且它出風口竟然坐在這裡 是那種有點粗粗耶 斜一邊這樣子 你看這個地方是這樣走的 而且它是可以旋轉的 它是可以轉的 它是可以轉的 讓你去轉 你想要怎麼弄 就往哪個方向 就往哪個方向 太酷了 因為它這個地方是儲出耶 它就跟著你長 這樣儲出的出來 對 而且那就是義大利車 設計方面的巧思 那時候 一般來講都是方形的 長條形的出風口 像下面這台也有長條形的 但是那時候就開始有說 圓的元素加進來之後 然後可以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說 你這樣的出風口的方向 可以不受限制 要不然你說說 像傳統長條 或日系車長條 你又不是左邊 又右邊 然後這邊 哇 吹不到 吹不到就在那邊頭 要靠過去風口 也是這樣子 要專心開車 讓它投入開車 主要還是一樣 就是整個駕駛界面 那也很單純的就是 包含這個排檔桿的位置 事實上都是很考究的 對 就義大利老師又跳出來了 請你專心開車 好好開車 享受開車 這就是義大利車 當年的這個跟其他車 比較不一樣的 重點放的地方 其實坦白講 紅木 這台車好像 你跟爸爸兩個人 都還 特愛調整它 應該簡單問說 有哪些地方 是沒動過手腳 這樣會比較快 你們好像調整一些地方 對不對 對 對 有這一台車有針對它一些細節 做一些調整這樣 那這台車就是 沒什麼大問題 都是小毛病很多這樣 那另外比較特別一點是 因為這個水瓶多肉 iQuad水瓶多肉的平台 就是在Spring 然後Alfa Sard 33 等這些車上面出現而已 那我玩到現在 我發現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剛剛講的這些車子 雖然它是共用同一個平台 可是他們的零件 其實是不一樣的 但是不一樣之餘 最恐怖的一點就是說 你今天材料叫來了 那你發現說 好 你裝上去 但是其實你裝的是錯的 你叫的材料是錯的 你裝的也是錯的 會有這個狀況喔 但是它可以用 所以很麻煩是這一點 那你就會開了一陣子之後 你會發現說 我好像裝錯了 就是裝 比如說我Spring 就裝到33的零件這樣 這是最麻煩的問題 對 各位跨界小硬家們 大家好 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嗎 喜歡的話 趕快幫我們留言 按讚 你還想看什麼樣更多的車款 邀請什麼樣的來賓 也要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重要的是呢 慢慢幫我們按下訂閱鈕 然後呢 多多幫我們 開啟小鈴鐺分享出去 那也可以隨時 接受到最新的通知 多多的影片都在這裡 記得要鎖定喔